货运公司Marisk造任的货柜船于星期二凌晨撞上了巴尔迪摩 Francic Scott Key大橋发生桥梁坦塌事故 导致海运公司纷纷向物流公司和零售商宣布因不可抗力 一旦货物在替代港口卸下需客户自行提取 目前已有海运公司CMACGM中远海运和长榮海运宣布阻改措施 但Marisk仍提供了运输服务将在临近港口卸货 并可能使用陆路运输到达最终目的地 巴尔迪摩港是美国进出口汽车、轻型货车和农用拖拉机的第一大港口 很多主要木材进口商的供应链也严重依赖巴尔迪摩港 专家指出巴尔迪摩港的停运可能对建筑和承包商的供应链造成重大影响 美国交通部两年前创建了一个名为Flo的数字平台 用于监控供应链 为了应对中断期间的供应链放缓 该平台延已扩展至70多个参与者 还有另外60多家公司等待加入 Tinawis记者编辑报导